熱熱熱 全台氣溫直線比較高 在7月10號上午台北也已經出現最高溫38度 台東更不用說中午的紫外線指數都已經破表來到11 針對連日來的高溫 勞委會也已經在延泥是不是要放熱浪假 現階段仍在蒐集各國對於高氣溫危害的預防做法 台灣是不是有需要延泥熱浪假 高溫假 還是要審慎討論 最近的天氣相當炎熱 那其實這種天氣也會造成一些人有中暑的現象發生 那勞委委會現在也擬定說要放熱浪假 但是到底是37度要放還是39度要放呢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民眾的反應 姐姐姐 你覺得放熱浪假好嗎 熱浪假不錯啊 其實台灣的天氣那麼熱 然後很多工人啊 其實他就是真的拚四拚在工作 那在那麼炎熱的天氣裡面啊 其實應該要就是對他們付出一點關懷 因為我們的工作是屬於比較那種自由業 自己在家裡面的 所以也沒有什麼影響 就是可以 也是要長官同意我們才可以放啊 如果長官不能同意的話 我們再這樣炎熱我們還是要做啊 在我個人的觀點來講 熱浪假應該是屬於一些戶外 從事戶外工作的一些勞工朋友或是榮移民 這一些假對他們來講比較有意義 如果是這個勞工假針對上班人員坐在辦公室裡面的人 然後吹著冷氣 熱浪假對他們來講根本一點意義也沒有啊 另外住在大五地區的民眾也說 如果真的要放熱浪假 應該是大五地區最容易一定會超過36度以上 適合啊 因為那邊每年夏天的時候大概平均溫度都是在35度以上 那如果他是說 因為我看到是五天嘛 連續五天的話就可以放熱浪假這樣 那我想說如果可以的話 那邊的機會是蠻大的 綜合了所有民眾的反應都認為 如果要放假 應該要讓基層勞工或者是需要長期曝曬的工作人員率先放假 畢竟都是最辛苦的工作 不過這假期恐怕還在眼裡當中 也請民眾平常就要記得做好防曬工作以免中暑 東南宿文部曾惠如張軍庭在台東市的採訪報導 Vienna的參賽事